各位观众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四届 孟百合杯决赛的第一局 我是王瑞 今天很高兴 邀请到了听烈老师 做客演播室 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应该说是今年的 第一个线下的世界大赛的决赛 那么对 孟百合杯也是进入到决赛阶段了 那么两位棋手也是 都是中国棋手 所以说我们已经是提前包揽了 怪亚军 对 在这样背景下 我们再看这个角色 好像没有那么紧张了 是吧 对对对 但是就是敏玉婷 她是之前拿过一个世界冠军 就是孟百合 第一届孟百合的冠军 现在是第四届 又是卷土重来了 谢科是如果能夺冠的话 是中国第一个00后世界冠军 是的 那么其实说起来 谢科和孟百合也很有缘 因为第一届 这个敏玉婷的冠军 那么第二届 这个谢科当时就很年轻 进入了八强 第三届他就是四强 那么到了第四届 现在已经是杀进了决赛 一步一个脚印 而现在看到的就是谢科 这个有这样的线下比赛的画面 我觉得还是久违了 你觉得吗 对对对 但中国 因为是中国棋手之间的队 能够在线下下 如果说这个孟百合进入决赛的是 有韩国棋手或者日本棋手的话 好像也只能在旺上下 对只能是在线上 所以这个也是机缘巧合 中国的现在线下的比赛是开放了 是的 那么半决赛好像也是在线下 也是在读高进行的 那么半决赛的时候 这两位棋手呢 是各自战胜了他们的对手 而且都是2比0 我可以看这个进程 大家背的都很熟 一定是速度都很快 对 你看从我们这个画面就看出 两位这个棋手落子 速度非常快 特别是布局阶段 好像是都是胸有成竹的 对啊 其实孟百合的这个用时啊 其实还是比较长的 每方三个小时 之后是有五次一分钟的读秒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 华宣明领队和孟百合的这个董事长 倪章根先生 没优势 对 那倪总 现在看到这位是刘金老师啊 倪总也是忠实的棋名啊 举办了这样孟百合被世界打赛 我觉得那个时候 倪总啊还没有办这个孟百合之前 他就会去一些比赛的现场 也是这样研究室去看棋 当时呢 其实大家都不太认识他 他就坐在一旁 就像现在一样坐在旁边 这个默默的看这个棋手们在摆棋研究 就非常低调 对对对 这一晃也 这第四届是八年了 因为孟百合是两年一届啊 是的 是的 好 那丁练我们今天先进入棋局啊 这个 一边摆着一边跟大家聊 谢科的黑棋 今天第一局应该是双方是猜仙 谢科现在是进了两个世界大赛的决赛 对 除了孟百合还有应试碑啊 嗯 这都是两个非常重要的 对非常非常重要 对他个人来说 一个突破的很好的机会 那么这个孟百合对的是中国棋手米玉亭 那么在应试碑当中呢 谢科将要对阵 韩国的深圳序 也是韩国排名第一位的棋手 对 然后点33 我记得谢科半决赛当时的布局就是这么下 谢科半决赛对的是范婷玉 那两盘棋 说实话我觉得都有点逆转的味道 但是就是他这个半决赛之后采访过他 谢科说他认为第一局 他不觉得是叫什么逆转分吧 觉得应该差不多 他说如果说是逆转的话 可能第二局的这个棋盘更浓一些 对对对 我感觉谢科还是非常自信的一位棋手 谢科啊 对形式判断可能也是比较的乐观的 哦 那是有可能的 因为从他的招法上来说啊 我能感觉到对自己的 其实很有自信 包括范婷玉讲 包括这盘棋的布局 就是很能捞 很捞实地的一个战术 对 其实谢科这位棋手 他棋盘上像丁老师说的比较有个性 其实我觉得他生活中 他这位棋手 其实也是比较有个性的那位棋手 他其实像这个 我们很多年轻棋手 有些棋手 你像叫陈宇啊 这个 还有许家阳啊 我觉得是有点比较文质彬彬的那种感觉 但丁科 这个谢科 谢科好像是 挺活泼的 很活泼的 对 挺开朗的 比较对 比较自信 对对对 阳光男孩那种感觉 白棋高挂 高挂 这个开局的套路啊 这个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个 对 这个好像是小木对新卫 如果点33 好像现在挡完之后挂这个 见过好多次了 对 我觉得我和你讲 很多已经讲过好几次了 我觉得挺常见的 不管是高挂还是低挂 低挂也有 都有 可能对 高挂确实 我感觉最近 特别熟悉 总看 现在下了好多回 高挂呢 对双方来说 其实都比较简明 对 就是感觉双方都挺自信的 对自己 而且对这个布局啊 应该说双方研究的 或者说 确实比较熟悉 对 这个胜率应该都比较清楚啊 对 因为我看到这个大赛之前呢 肯定会有很多分析 是吧 各种分析 数据分析啊 这个棋手分析啊 总共来说就是 从今年以来 好像这两位棋手啊 他们又比较 比较这个含蓄的词 说一直在攒人品 是吧 对 米于庭 我是知道前两天 不是下西南王吗 应该是拿了个亚决 拿了个亚决 对 然后在之前呢 像这个唱旗碑啊 天元赛啊 虽然他们都有 都有迎期啊 但是对他们这样等级 其实我来说 应该是 赢上两盘可能 都没有走到最后 都没有走到最后 对 就中间会中断了 所以他们说 一直在攒人品 说把人品留在这个 世界大赛上 决赛当中 对 那么米于庭 现在的等级分排位呢 是第六 就是截止到三月底啊 因为四月底 现在不是还没到吗 所以就官方公布到三月底 米于庭是排名第六 那么谢科是第十二 总的来说还是比较 比较接近 比较接近 对 因为中国现在确实是厚度太 强的棋手太多了 所以我感觉前二十 或者前三十之内的 都具备顶尖的实力 是 那么对米于庭来说 我觉得 因为米于庭毕竟是 曾经是达到过 等级分第一的 在2018年的时候 我觉得那一年应该是 米于庭的一个巅峰期 那一年她是 我印象中是九月份 是和柯杰是 兵驾齐取 但是米于庭 十月就是 她就超越了柯杰 站在了第一位上 但米于庭好像第一届 孟百合拿了冠军之后 就再也没有进过 世界大赛的决赛了吧 对 好像 不要说是决赛 好像四强都 好像都比较 我如果没记错 好像四强没有进过 我是觉得以她的实力来说 好像不太不太正常 但是国内比赛一直还是不错的 对 但是以她的个人的目标来说 肯定还是要多拿世界冠军 所以这次也是很好的机会 她跟孟百合还是比较有缘分的 对 能不能冲出这个一贯群 因为现在米于庭毕竟手里 只是有一个 是吧 第一项 这个孟百合 当时我其实我觉得米于庭 应该能拿好多世界冠军才对 因为确实 当时虽然大家也教她老米了 但那时候还是很年轻 很小 其实这个米于庭 米于庭拿冠军 很早 对 米于庭拿冠军的时候 科技也还没拿呢 对 她很小的时候就拿冠军 对 以当时的势头 包括她的水平来说 确实是非常厉害 但是这一黄 孟百合四届了 也八年过去了 米于庭拿这个第一个 世界冠军的时候 孟百合杯的时候 17岁 17岁 非常年轻 对吧 这个你看今天他的对手谢科 虽然也是 现在算是他的这个后辈了 但谢科今年也21岁了 所以你 当然谢科也是 这个以神童闻名的 对 你想 但是你跟这个 相对来的米于庭来说 这个米于庭其实出名更早 对 肯定更早 谢科虽然21岁了 但是在中国来说 是00后第一个进世界大赛决赛的 所以说已经显得很不容易了 可见当年17岁 打入决赛 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 是 好 我们继续看 这一挂 拖 拖几乎 就很简明 很简明 对 当然也有别的下法 也可以加嘛 但是各种夹击 走这好像也是有推荐的 而各种思路 这样呢 可能就会战斗 会打架 对 我是觉得 包括看谢科的半决赛的 其实就觉得 他的棋风还是 最近还是以捞为主 比较偏向于实地 这些选择突退 棋风是不是 也是会随着年龄啊 或者随着这个 经历啊 会变化吗 会会 那肯定会有点关系 不会一成不变的 对对对 可能像我以前还敢战斗 我现在可能就 稍微稳健一点 是吧 如果要我下的话 觉得自己看不齐 就算吧 是吧 还是这个以稳为主啊 对 会变化 像他们这种 确实有这个阶段 有时候 确实有时候 其实可能两个下法 特别可能现在AI出来 会好一点 大家可能会拿AI做参照 从胜率上来分析 走哪效率更高 以前我们训练的时候 可能会 我今天就是想战斗 我就是下的要凶一点 可能就是有这种感觉 跟对手有关 对 比如说我本来可能偏向于战斗 但是我觉得对手 可能比较喜欢捞实地 针对性 那我就先捞实地 对 也是有关系的 是 就除了这个战术方面 他们的策略上 也会有所侧重 比如说像这个孟百合决赛 五番棋 五番棋 他会不会就有一些 这个战术战略的分布 是吧 比如说第一局 他会不会采取一种 稍微稳一点 或者说你试探试探的 是吧 这个先 大家先客气一下 有可能 有可能 对 但是 我觉得中国棋手之间的对局 大家都非常熟了 这个 是 也没啥可试探的 都是知根知底的 这两位呢 虽然他们交手的 不多 并不多 是吧 好像是有数据看到是 显示有两次交手 一次是围甲 一次是这个 农兴杯的选拔赛 都是米玉亭获胜 对 但是 当然这个只是 这个数据比较小 是吧 样本不是很多 点33 这个 现在除了点33 这个手脚 是不是也可以考虑 要我看 当然都可以了 你手脚挂脚 这你说我挂脚不好 我也不怎么认为 这都可以 选择很多 应该都可以 对 胜率的波动 也不会很大的 是 挡住 挡这边 对 挡这边是跟他 后续的招法 是有 关联性的 这一飞 这一飞 这是米玉亭的招牌 这一飞 如果说 如果白黑气托 白气扳 再一顶 我们称之为 米诗飞刀 米诗飞刀了 对 因为就是 最早这个 将会形成一个 很复杂的变化 就是这个变化 最早的是 米玉亭 把它 就是 运用的比较好 对 你不能说 他第一个下 他下的也多 是 所以就称为 米诗飞刀 而且当时 为什么米诗飞刀 是这里面 就是后续 有一个很复杂的变化 他研究的比较深 比较到位 当时是有一个bug 就是这个AI 都漏算了一步棋 但是被米玉亭发现了 他发现了AI的一个bug 现在修复了吧 AI 修复了 现在AI也是越发强大 当时我印象中 当时确实是米玉亭状态 最好的时候 对 就是2018年的时候 黑的是顶一个 这样可以避免米诗飞刀 也是比较简明的定型 就是从这个布局上 我感觉谢科 还是想稳招稳打的 因为米玉琴 确实给人的印象 确实好战 战斗力比较强 嗯 谢科这个 我感觉是 有点针对性的 然后 白旗飞 对 白旗党这边 跟这个飞 是关联的一个 配合的一个下法 对 所以他这里呢 也是想尽快地 抢一个先手 是吧 抢先手飞过来 正好就形成配合了嘛 全盘的子力啊 都形成了呼应 对 连骗了 诶 丁老师这个 白旗飞了之后 这个局部定型 黑旗一般有哪些方法呢 嗯 黑旗实战是拖先 这当然是一种下法 嗯 还有的话 就比如说可以冲断完斑 嗯 也是一种 冲断 是吧 冲断一下 冲断它要长 嗯 斑斩 这个也是在比赛当中见过的 就针姿有力的情况下 断一下斑斩 就是你现在不能一下 针掉我是吧 对对 现在我看看 现在好像被针死了 所以他现在应该也不会来选择冲断 是 被针死 针子有力的情况下这样好一点 嗯 或者说冲完加是不是特定配合 比如说现在是不是也还可以啊 然后马上加 马上加 现在好像白旗不能冲下去吧 那应该不能吧 这一杯断不好办了 这回家路太远了 对 这个不能 如果说粘 粘上就度过 嗯 这是一种 我不知道白旗有没有可能火啊 火完反打有没有可能 哦 这样也是 也是一种下法 对 这样也是有可能的 嗯 是的 这样的话就把黑旗封在里边 封锁在里边 对 也不知道 得需要判断一下 这几手期黑旗交换到底便宜不便宜啊 这样间隔 其实看起来也还可以 也还可以 因为这个基本上可以看作是白旗的权利啊 对对对 但白旗不肯提掉 它不会先交换 对 它不会交换 嗯 黑的也不知道要不要打两下 那先放着吧 然后现在打吃这个也很大 或者这个也很大 嗯 那这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定型 也是一种定型 这几个交换有得有失吧 对 嗯 好 非 实战是直接脱先了 当然是最简明的一种下法 就这个布局来说啊 我的感觉就是谢科寻求的是简明 很清楚 一共到现在就下了25手期四脚穿心了 格局已经完全的基调定下来了 先这个 先捞后洗是吗 对 捞的还挺猛的 真的是四个脚啊 对 四脚穿心嘛 嗯 这个大致的基调已经可以确定了 对 是一个实地与模样对抗的格局啊 这盘棋 那么那对白棋来说呢 既然你脱先了 我再加一手 对 贴式局部的一个后续定型的一个棋形 这个大家可以学习一下实战的下法 贴或 挡这边可以吗 挡的话 黑的反正就冲完斑毡嘛 嗯 这个黑的都是命令型 就这两个棋形相比较而言呢 白棋这个棋形有点薄 哦 但是多了个断点嘛 对 嗯 其实跟实战我们可以来看 实战的定型跟这个棋形手术是一样的 白棋都是先手 那这个棋形要更薄一点 嗯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都会选择贴 这应该也都是研究过的 这个 都知道的 对 要提起一个判断 贴在下法更厚 木属其实都差不多太多 黑的现在也得斑粘 因为这个斑粘还是大 对 这个虽然黑棋甲上是可以活 对 但是斑粘几乎是先手 白棋是决先 决先 嗯 那太大了 黑的这斑粘是逆收嘛 对 嗯 还是有一手棋价值的 因为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因为斑粘完之后啊 白棋的这个虎 当然它现在可能不会虎 但这个虎呢 绝对也是有一手棋价值的 嗯 那如果我们看成白棋虎一个的话 相当于这是一个双弦 嗯 那就太大 那是必须要抢的了 是 所以这个斑粘逆收 这手棋是非常非常巨大 这是绝不可省略的 所以在布局阶段哈 就是有一些看似 比较小 像是二路斑粘啊 嗯 但是往往有的时候看起来比一部大厂 开拆还要重要 对对对 这个它主要是跟先后手有关 它如果是双方 班人都是后手 那可应该不会下吧 黑的这个是一个逆收 甚至于有可能是双仙的意味在里边 哦 所以这个是不能 不能放过的一个要点 这个绝对不能 不能忘 好 好 接下来 呃 白棋现在是 基本上这两边 叫两翼张开了 嗯 白棋 模样幅度还是非常大的 嗯 非常可观的 配合应该是很不错 那么白棋现在要扩张的选点是在这里 嗯 其实这个中间白茫茫的具体选哪个点 也不太好拿捏 嗯 对 要是要我看的话 我是挺迷茫的 不知道走哪 我也有可能选择长 但这种情形不会下 长一个我觉得也是一种一种策略 一种策略 因为 但长一个就变成另外一种格局了 因为长本身也有一种 长等于黑的先动手 嗯 黑的也会往中间掉 对 这本身也是一首其价值 然后中间往哪走 这到底是哪个点 确实是需要去斟酌一下 其实是 对 实在于米玉婷的这个点啊 我们事后看他这个棋 也拿AI来印证 他是AI的一选 对 我不知道是米玉婷就是对这个布局 到目前为止都是有所研究 都是知道的 还是说 这首其实自己想的 如果自己想的话 那我觉得米玉婷状态很好 对 不管是 刚才你推测的哪一种 我觉得都证明他状态很好 嗯 是吧 备战或者就是备战很充分 这个布局 嗯 因为啊 因为是这样 我刚才说到半决赛谢科 就整个这个布局 嗯 所以他很有可能预料到 有针对性的 嗯 因为他很有可能预料到 和谢科会点三三嘛 是 其实像现在这个中幅的选点 很多 而且很多 其实我觉得会有一种 因为这个空间太大了 就是有点不太好 找这个准心啊 那这个 这就是AIE选 AIE选 所以我不能说 AIE就是他是维系上帝 但是他的一选 还是非常有这个参考意义的 价值的 那那肯定 在目前来说 那AIE给人 人类骑手 给这些骑手带来的参考 那价值可太大了 对 嗯 所以 所以截至到目前为止 白棋啊 还是和这个AIE稳合度比较高的 我是觉得有针对性 嗯 有可能 备战应该是知道 谢科的布局 哦 看来这个 毕竟是拿过世界冠军的人 还是有经验的 嗯 我觉得备战挺充分的 黑棋 这个 就也不能放任 白棋就这么一直围吧 所以黑棋还是要 再不走下一手 白棋再长一手 主要 是吧 黑棋也只能在这下 就该站的大厂 已经 该围的脚已经全抢完了 他也没有第五个脚 可以去捞了 这边拆拆边什么 太 这太扁了 拆边还不如这个 这倒是一个 眼尖的一个点吧 是 但这个长感觉上更大 嗯 这个长应该相当的大 看他也没有选择打 他也没有选择打的下法 打了力是吧 打了力也是一种下法 对 这可能就得去判断嘛 这样的话 确实是这个捞的也比较狠 对 那白棋飞过来 可能中复是飞这个 这都需要判断 这个就是绝对的一个实地与模样的一个对抗 但是感觉再捞下去 确实有点太极端了 对 有点 对 要把这个分寸掌握好 对 不能看着白棋一直围下去 一直围下去 这已经已经是成实地了 感觉效率还是很高啊 黑棋现在选择的是掉进来 对 还是要趁白棋这个口袋 没有完全扎住的时候 要来倾销一下 对 也是考验一下白棋 看看它是 是围呢 还是弓是吧 问一问 对 我以为啊 白棋可能就会长了 长也是一个眼镇的好点 这地方不知道该怎么下 就是如果围的话 围好 关键不太好围 围主要是这个对形式判断的一个问题 这个围是不是有点太委之了 或者是这种 对 现在 有点困 直接围可能是有点委 因为你直接围啊 不管怎么围啊 就是感觉上黑棋这个棋是不是打完 有可能直接推过来什么都有可能 它不是立了啊 我形成配合 我怎么感觉黑在这儿 真的是 也很大 起来了 甚至于你如果退 我打断也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的 这样子还敢长吗 长往长 反正战斗 这个战斗感觉黑的还可以的 它这多一个子 还是有不少帮助的 这棋型不知道在哪 不好下 对 所以白棋好像没有什么 这个围的心情 所以我刚才长 其实也是不断的意味比较 比较短 对 我觉得这地方还是有弱点 但是 美玉婷还是很有攻击性的 也是比较积极而下的 对 美玉婷是选择 这里靠 春冬季西 这个不得不说 这首棋又是AI一选 太强了 真的是下得好 下得好 这个棋子 我的理解就是 其实也是适应手 来看这地方怎么防 就是如果你走里边的话 白棋这地方 走多了之后 对这地方将来的战斗 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这的下法 可能会 也会根据脚步的定型 有不同的选择 对 也是一种 这个投尸问路 对 所以这也是一种思路 所以我们刚才 其实讲的时候 一直局限于 就是 我围这段点怎么样 如果补 感觉又不是很肯 它这又是一种 另外的思路 其实也是有关联的 现在这地方适应手 先问问你 白棋 黑棋呢 两斑是吧 两个斑嘛 主要是两个斑 主要两个斑 如果斑脚的话 斑脚就比较简明了 这样白棋在这多几个子 比如说你打完 你拐压两下 然后再看我这地方是长 我肯定就不会围了 我肯定应该是会选择长过来了 对 先问问你 如果斑脚 那么白棋外围呢 会多几颗这个 对 这个圆兵是吧 对对对 会好一点 如果像实战一样 搬在外边 实战选择搬外边 实战搬 那么黑棋 白棋搬脚 这个都是定势了 这个不能长 长的话 黑棋长 这个白棋要稍亏一点 这个有点 感觉有点重 对 而且这个场合就更不好了 出现孤棋 如果自己去制孤的话 不符合自己取势的这个逻辑 是 所以这个时候 搬脚本身就是局部的定势 这个大家要知道 外搬的时候 白棋是搬三三的 还是要呼应全局 黑棋打完直战 这都是定势 我们刚才看到 我们片头的那个现场画面 正好看到了这个局部 好像两位棋手 也是落子飞快 一秒一步 就背得非常的熟练 这是不是第一盘棋 大家想要节约一点体力 黑棋也没考虑 他打外面 他都没有 他也没有想这些下法 还是比较注重实地一些科 比如说打个虎 有没有可能呢 我记得打完虎这一定是白棋是要断 我见过一个这个图 断黑的虎 白棋打完长再白角棋了 好像这样白的还不错 特别是这个配合下 可能这几个子对这边的作用就更大了 对 我见过一个图断 虎的话怕白棋断 虎的话打完一长 如果长的话白棋再打 这是一个词续 有这样的一个图 如果黑棋粘上白棋就脱退 我现在是在想 黑棋如果选这个图呢 然后再来打断行不行 看起来也不错呀 这样可能一个战斗的图了 就局部来说 像这样白棋肯定是满意的 白棋这个棋 实地活得还比较舒服 但是我是在想 这样黑棋会不会把主动权掌握在手里 对 战斗 但是这样的外面有一个断点 暂时顾不上了 二路那个怎么重要 正常以后可能补一个 比如说非一个之类的 因为这地方价值本身也不是特别大 先打断 这个下法肯定是瞄着这个 如果再不呢 被白棋抢到这个实地损失 还是有点大了 确实 其实黑棋在这里 还是比较想要站到外势的是吧 有可能有这种选择吧 我是觉得 但是从实战对局 刚才的画面上来看 因为我看正好看到了 这几手棋都是很快的 有下 没有想别的 因为这第一这是定势 第二呢 这个定势黑棋实地还是比较不错的 我觉得谢科这盘棋的战略战术啊 主要就是先捞足 捞足了捞足实地 所以他没有想过取势的那个图 那个图实控有点损 这些都是 就 打 嗯 定势啊 这都是定势了 嗯 对 把一搬 对 搬了连搬 嗯 直接连搬 直接连搬 我觉得可能跟现在的配合 是不是有关系啊 因为我印象中这个定势是要先打的 先打 嗯 反正什么时候打的都提 是吧 呃 是拐的好像 啊 现在是拐 对 拐连搬 我记得是连搬打完沾吃的时候提的 哦 打完沾 然后白棋吃 这个时候黑的提 提补在这 是这个时候提 先提的话 我记得是有什么区别的 是有什么区别的 其实是一样 我连搬完之后 你这个可能也得拐 嗯 这还是大 应该也没啥区别 可能也一样 就这样吃完沾也得拐吧 嗯 拐也还是大 一样还原 对 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骑行 但实战 这个是定势 嗯 这个我记得是一个定势 这样是黑棋先手是吧 呃 不是 白棋先手 白棋先手 对 这是白棋先手 但白棋有引针的问题 就是先手 我觉得这得补了吧 这再被打了 是不是 这太厚了 嗯 这变得更严厉 那如果落后手 黑棋是不是有引针的下方 这地方点 或者靠 各种手段 嗯 其实这个图看起来 黑棋也不错啊 这局部来说是定势嘛 对 对 所以白棋没这么选择 但我 我记得以前 如果空联班 黑的有一种选择 是可以把白棋给拔了 我记得空联班 有可能是有这个 跑 可以跑 跑的时候可以再打 我记得是有这么个图 这个还能 力应该 能力 但这棋 不好吧 对对对 算了 还是得提 还是得提 得提 然后黑的打过 嗯 白棋粘上 黑的跳出来 嗯 我记得 这样形成转换 转换 如果这地方没什么棋 我觉得这个白棋 白棋 黑棋就这么撑住了 是吧 对 就得撑住 这个里边 里边你搬我就加你 将来啊 这局部是近死 嗯 也就是说黑的只要在这做活的情况下 嗯 但现在我觉得黑的不这么选择 可能确实跟配合有关 担心白棋召过来之后 这可子 有可能 有可能被白棋借用了 嗯 这这一代也 黑棋也不太敢脱线啊 对 是吧 本身我们就看这局部 我记得白的是不能连班的 我记得定时是要拐打完之后 在班是连班 担心黑的给拔了 有这个担忧 确实是 现在如果被白棋 竟然冲过来 我觉得黑棋是有点担心 有点难受 因为你这棋也不能脱线 虽然你可能气已经比白棋长 但收起吃效率就太低了 不肯 但是如果你再补的话 就很难受 这些不知道怎么补 齐形 补不胜补 对 不是很好补 因为这配合 这地方还有可能被人连班 再拼一两下 就显得有点重复了 太扁了 不然这个子感觉上有点危险 别别 对 这个不能这么死进去了一会儿 如果你在走一个 白的走两下 先手便宜 在外面一飞 它是有这个担忧 所以可能不好选择的图 还有一个理由 就是这条边 其实现在价值没那么大 这朵花的威力呢 也没有那么大 所以没有这么选择 也是白棋可以连班的一个理由 我觉得这个图可能 有可能是黑棋 没有敢反击的一个原因 肯定是跟配合 但是我就说 这个下法 大家要知道米玉亭他连班 世界盘棋的局面 是有点特殊性的 普通的情况下 绝大多数还是要打掉的 黑的是有这个反击的变化 这个大家要了解 黑棋现在单题 对 单题的话就给白棋两种选择 白棋走这个还原嘛 白棋实战是选择战胜 单瞻 单瞻是有点抢先手的意味啊 对 其实刚才这个也是先手嘛 如果你要拐出的话 也是先手 但是两个图的区别是 这个先手 这地方有个真子比较严厉 对 就有一个真子的问题 粘上呢 相对来说要好一些 粘上黑的也得粘 像这样 这样的话 虽然也有一段 不那么严厉 没那么严厉的黑棋 白棋是 可以棋 对 刚才那个段等于什么呀 我提前断到了 提前断到 那这个你如果被我跑出来成立的话 这个损失就大了 而且这个交换 总的来说还是有点 白棋有点亏 那刚才是这样嘛 就是怎么理解 就是这个白棋肯定是亏的 但是你断被我针死 你肯定也是亏的 但问题是白棋现在没有时间 去处理这个引针的问题 黑棋的这个引针亏的这个东西 有可能反而是好事 使得它引针严厉了 对 所以说综合考虑 白棋选择沾上 把这个味道下干净 对 是沾上会更好 沾 黑棋沾 然后白棋 局部获得先手之后 这里连斑 对 这个连斑呢 在这个角定型之前 它肯定是不会选择这个图的 局部来说肯定长更好 但现在连斑肯的原因是 因为这地方黑棋足够厚 厚完之后呢 这地方的价值其实是变小的 白棋只要压缩一下黑棋 别让黑棋围太大就可以 所以它就肯这么下了 这都是跟配合有关的联系啊 因为现在连斑 它是为了针到一个急先手 提 对 刚才如果长的话 把黑棋爬白再长 黑的就跳进去了 嗯 现在白棋是先手 然后 嗯 违控 这个 维不维确实是要判断 也不是很好判断 空都比较 比较 多 这个时候应该 就是得维了吧 嗯 好 这里黑棋 先手交换一下之后 现在肩冲 嗯 这很明显 这肩冲是在引针啊 这有一段 有一段 嗯 白棋先刺 问一下 黑棋的应手 只有这样吧 对 黑棋单栈 这应该 没别的选择 嗯 白棋现在 就对白棋来说 它的选择 当然像实战这么 直接挡回来是一种啊 嗯 嗯 从外面 反应中 反棋 其实我感觉到是第一感啊 反击 实战 我以为米玉琴 九段 可能会反击啊 以他的这个 棋风来说 实战这个棋就 硬住了 嗯 可能也是出于自己的判断 他可能觉得白的不错 嗯 这个棋 有可能 觉得效率挺高的 也有可能就是 这两首棋的交换 本身 这个地方来说 黑棋应该还是亏的 这个 这个点一下 就这 这里如果不交换 将来 卖味道 有一点味道是吧 对 就 比如这二楼点 还是什么的 二楼点 白的还敢分段 一起吗 这是不是得给啊 如果要分段 也是小尖 是吗 嗯 分段只有小尖 分段小尖的话 我不知道 先 要不要先点一个 还是怎么着 也得操作一下 反正这里边 就 这也复杂了 是不 这样你能不能杀掉我 是有不少的味道 可能不是特别好杀 因为这地方有点嘛 点完一加 对 感觉还是很有东西 但我是觉得这个 可能就给了 算了 是吧 因为这下面不要看太重 本来这就有加 本来这就有加 这不是我的空 你要度过就度过 我损失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如果 如果这样下的话 给给你 对 这样的话 我是挤这个 我还没煎了 我是把它挤掉 你点的时候 我挤这一个次 然后度过 这个 我觉得在这个配合下 黑棋的这手棋 不是特别大 度过 就比如说 我就走过来 这里其实都可以省掉了 是吧 不用 都不要 就是把这下面看轻 你说你不点这个 你加我一个 我这也不可能围得住了 所以无所谓吧 就给你了 对 但不管怎么说 这是黑棋的一个手段 就说白棋这些地方 肯定是没围住的 但黑棋点了一下 多少还是有点损失地 有点卖味道 对 然后是为了这个段 为了这个段 但这个段 有那么大吗 好 现在黑棋就断上去 白棋也是简单的 比较简单 推过去 对方 反正就两种下法 一个是推 一个是加 除了这个打 还有一个这种加 对 区别就是加完嘛 你肯定是想搬的 这样可能被黑棋冲一下 反正就把五个子也看清嘛 然后打完再补一个 对 两种下法 都可以 但感觉这个没那么厚 我觉得还是推过去 感觉更厚一点 比较简明 这样的话 黑棋 如果这一代要走的话 是斑还是长呢 斑吧 应该 斑啊 能斑 应该还是要斑吧 这也不怕它打断 不怕吧 不怕 没什么 打完 应该只有打完贴吧 因为这一串 黑白棋气也很紧 不 你没有必要跟我战斗吧 在这 没什么可战的 白的应该还是继续气 继续气啊 这个棋 我是觉得黑的 是不是就应该这样 就这样将计就计了 是吧 这样你再推过去 这个棋 能扳起来 对 不太好扳了 扳起来我 也只能这样吧 你是不是也只能推啊 这家里还有断 反正都把它看清了 是吧 反正这个我再来嘛 我中间我不知道怎么来 这顶是没必要保留啊 顶掉算了 我这个东西太需要判断了 这就如果说黑棋 觉得这样一下 觉得自己够了 那比如说 我不知道能不能再狠一点 简单点 简单点定情 不知道谁赢啊 这棋 这个要判断 这个要判断 这样黑棋呢 连脚带编的 也是捞了不少 这个下法就感觉 确实有点太简单了 但是也不能说 也不见得不好 其实形式判断 这个确实是 可能是人类 直接棋手最难的地方 就是在判断上 我们从这个实战来 逻辑来推理呢 黑棋没有这么下 因为这个选择 其实是他肯定会考虑的 既然黑棋 也许没有这么早 那么是不是 杰克认为 并不是很理想 那我觉得 跟他之前的想法 给我感觉上的 对这个局面的自信 我觉得他之前的想法 就捞了 然后对围 觉得黑的 这些是可以的 突然之间 我第一感 是黑棋的调子有点变 是吧 这个时候跑这去加一个 多少有点 这个调子 有点变味的感觉 加这个 第一感 没那么大 是不是有点渐小了 感觉没那么大 那范迪 敏玉婷还是很 很老道的 交换了以后 然后再来打吃 再打吃 这为什么说 这个打吃大呢 这打吃应该 还是想跑 这个不小了 因为如果被白棋吃完之后 脚里将来 还有收起吃的可能 将来一立 一个之后点 是吧 点我挡这倒是可以 反正大概是立完 也就是半战一下 从这边来看 点是不能全点回去的 点我可以加 没事 你也就半战一下 呱吉木 这还挺大的 主要是这还关系到断点 黑的这个还是要跑 因为跑本身就是先手 其实我们刚才 就是可以看这样 你觉得是加这个打 还是断这个打 断先手把这俩吃了 吃不下呢 四六六十六 十五目起吧 大概至少是有的 十六七呢 先手啊 先手十五目 还是 还是挺诱人的 先手十五目 吃完之后 然后该黑气中间 先动手嘛 白气这地方也不厚 断点也不少 但是谢科的判断 是选择到上面 但是我感觉 他上面走完之后 没有白这个打 白这个棋特别舒服 舒服的点在哪 白棋打完两下之后 这是一个绝好点 这一手棋 既把断点补了 又把头封住了 上下两边 正好完美的封锁 是 这个是比较愉快的 这个一声二鸟 从感觉上来说 白棋显得更流畅 这是我第一感 白棋下到这 大模样作战 还是可以的 效率挺高的 黑棋先手提 黑棋的权力 接下来还是在 潜销啊 这个空 它是选点在 看看 这里 对 这应该也是 比较合理的一个 选点了 这样的话 它顶是决限嘛 对吧 顶是决限 这个将来有一班 顶完有一班 就是它的棋型 对 白棋就围 白棋 这其中都面临选择 其实白棋 你说是到底围好 还是从这儿飞出来 或者震 这都挺挺麻的 但这种棋下 可能是有点风险 特别是世界大赛 决赛 我觉得 往这儿走 还是 可能性不大 因为这个可能 一锤子满满的 因为这种棋 比如说 我别的不说 我就往里跳 杀不掉就 白棋空就有点高级了 因为这没有价值 在这下棋 这地方对白棋来说 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所以实战 是比较均衡的一种下法 白棋还是防守了一步 还是好掌握的一种 而且从这个进程来看 白棋飞到这里 他应该还是 心情还是不错的 白棋还是比较舒服 就没有必要去 过于拼了 是吧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点啊 这块空到底有多大 但我感觉上 白棋的效率 是很高的 对 嗯 再贴 嗯 西科给我的感觉 就是好像 还是也不急 其实白棋 其实白棋这一串下子的骑行 还是很愉快的 这一冲过来 黑棋两边 是不是已经不太好联络了 联是肯定联不上了 如果联不上的话 哎 那就是有点麻烦啊 联不上都死了 不太可吗 就是比如说白棋现在飞出来 这两个子如果就这么死了的话 白棋效率太高了 等于说我们这个空就把这俩拿掉了 白子就这么围住了 嗯 是有点大吧 但这一串黑棋有没有问题 小问题 只要不是从这边分段 想吃啥 吃啥 给你点 没关系 这个两手棋的交换 对 实际上就是飞过来 这肯定是要飞的 这个不能让黑棋连上 那么黑棋不 同时呢 瞄着你的段 嗯 刺一下 刺一下 这次黑棋也 是不是也只能老实的粘住 能反击吗 不能吧 这没啥可反击的 这一代 不便宜吧 就主要黑的连 白的也得走吧 那白棋肯定是 他就连回 回家之前先手 便宜一下 我是觉得就是 双方的招法 给我的感觉 都对自己的这个局面 比较自信 嗯 白棋这也是比较自信 因为本身 它是一个单关嘛 嗯 本身是没有价值 如果觉得形势不太好 比如说 这地方不是没吃住吗 这黑的是有跑的呀 嗯 飞一个就有跑的 再加一刀是吧 比如说我就走一个呢 走这个 或者 走这你不会还要钻 飞一个 走这是吃的比较干净 那你吃 但是走走这里的话 对这条 对这边有 走这你也不会 你也不会钻我了吧 我就冲你一下 将来就算再加回去 你没钻几目 自己的气形还不太好 便宜嘛 也不便宜 反正大概这个意思吧 对 这一代 我也不知道 这期拖鲜 怎么着啊 有没有风险是吧 有什么风险 他 我看看 我也没太看明白 怎么分段呢 我就靠段吧 嗯 搜刮肯定是有 你说这期有多大风险 这能有啥 死活没有 没有什么风险是吗 这能有什么风险 我就挡住 这能把我杀了 不能吧 还是有一定眼味的啊 白气 而这样中间出出头 这一代应该也能做出一只眼 这好歹也是条棍子 这个 当我要做活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面 还是有点宽阔的吧 那这个目标设定在 做活上面 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这个 有什么了不起 穿这个 穿这个是不是 我有可能给你啊 这两次就算了 而且算完之后 我有可能先手连 然后中间你这黑的 还该我下黑的行吗 是他肯定 我觉得白气就挡住了 应该不怕吧 那为什么要补这个呢 因为这手棋本身来说 效率确实不高呀 那就说明白气啊 他认为自己把这个连后 他形式判断 还是觉得这样子 这手棋呢 当然它不是那么单纯的 只有一种联络的作用啊 第一是把这块去走后 连后了 第二呢 把黑气分断了 对 分断之后啊 你如果要跑这个 这也是有点牵扯的作用 因为两块鼓起嘛 所以他这块气 其实也是隐隐 对外面是有帮助的 也是一种思路 相对来说 这种下法呢 可能是更好掌握 他这样的话呢 简明啊 对 有一点是说 先把自己走好 立于不外之地 然后再根据你这两个子 是动出呢 还是弃掉 这样子他就比较 这个有主动权 是吧 我觉得这盘棋 到目前为止 双方比拼的是一个判断力 就是对局面的理解 谁更好 我的第一感是 白气流畅一点 总感觉这个 有价值 但加落了个后手 在当时来看 我是觉得没那么大 这个节奏 好像黑气稍微点 就这部棋 稍微好像慢了一下 对对对 在外面做战的时候 拖了一手仙 好 我看看现在黑气 它是在那里交换了一手 立立一下 二路立 二路立还是能立到 是吧 不然被跳进去很大 那应该是吧 先手立了之后这里 这个是 动出 职业其实是比较细腻的地方 它就 这个 业余气 我可能不太了解 这个地方 就立到 木树上来说 比被白气搬一下 要便宜 就白气搬一下之后 就可以放在这 搬一下脱线就便宜了 因为这样 你将来打拔 就相当于 你是搬毡的走 那我们要知道 如果立是先手 立完搬毡 肯定比搬毡要好 所以 白气搬一下便宜了 所以黑气这个是 趁白气没搬的时候 先立到 这木树 印象中 这个立一下 和白气搬一下 应该差个一木多 一木多一点 好像是 我印象中 一有三分之一之类的 对 这个关键时刻 还不忘 这个点 木树不能丢掉 对 抠住 对 那还是要来钻 对 还是选择这个 从这里要出头 出逃 但有点别扭 不觉得吗 肯定啊 因为这个其实是 如果和这边来看的话 其实是一个裂型 对 有点别扭 然后再跳 我感觉白气好舒服 跳的时候 白气尖一个 又 好齐形啊 这一代白气 其实是 相对来说 比较好下 比较好掌握 黑气有点麻烦 感觉 这气 但当初 这个不出头 是不是也 有点大 他出头 也是应该意识到 自己形势 其实并不好吧 满拼的一手气了 其实是 可能就都死掉 白气这块空 感觉都快 抵黑气全盘了吧 这好像 当然白气呢 也就是 全盘就 一块空 这还有点 零零碎碎的 对 白的如果 一块空抵前盘 你还得贴我木 那我就大胜了 所以这块空 真的效率很高 黑气现在是 把这 这两个子呢 是强硬的 给拖出来了 但是拖出来 满 虽然很有力量啊 但满俗的 这下法 很有力量 但是黑 对白气来说 白气 白的主动权 很主动 白气一跳 我们看到 这块和这块 其实都有一点点 要忙活的感觉 当然黑的是忙活嘛 但作为白气来说 也是要通过攻击 来获得一定的利益 不然的话 黑气全跑了 这地方还有顶先手 这地方还有断点 这地方还有往里冲啊 飞啊 也要注意 如果白气收不住的话 黑气这串 这等于说胜负手啊 是获利了 所以白气要 通过攻击 要想点东西 对 所以这一代 其实黑气下的很顽强 但从骑形上感觉来说 第一感白的 还是比较舒服 黑的总感觉 是有点勉强 但是就看能不能撑住啊 现在对黑气来说呢 这块和这块 就哪块更危险一点 应该头哪边的 这块头已经出来了 已经出来了 不用管了是吗 暂时不用管了 那么对实战 他也是 谢可选择的是 补这里 虎一个 这才补补 这肯定已经要死了 这被白气肠上哪儿作火 没眼的呀 这虎应该只此一手 这一搭 紧凑啊 紧凑 这一搭 这个如果你 单沾 它是不是已经便宜了 你这个再往前冲 对 已经便宜了 对对对 它这个是这个意思 它就走完之后 这个肯定要长嘛 就外面不管 就这两种 其实便宜在哪儿呢 就是黑气冲完之后啊 这地方可以多了个断点 对 本来这样 我不管退还是沾嘛 反正这怎么下 对 本来没有这两个手棋 黑的是没有断点的 黑的可以继续往里冲 那白气这味道 还是有点坏 嗯 有了这两手棋之后 造出了一个断点 对 这地方很细腻啊 嗯 所以这个靠也是一个适应手 为什么说它是适应手呢 黑气出了沾 它还有可能 搬这个 啊 搬它就沾 沾 然后再沾 比如说把这个便宜掉 对 便宜掉 然后现在它是不是有心情 这必须得断 挖一手棋 因为你不断 这个黑气再沾 就跟刚才完全不一样了 这两手棋的交换道 对这地方的 影响太大了 影响后续变化 完全是不一样了 但是呢 黑气这个又明显损木了 所以白气就把这个断了 所以为什么说这适应手 它看你敢不敢损这一下 这样的话 这下又是损了 这一损也损了不少 损四母 一二三四母 损四母 黑的可能也不太肯 所以这个是适应手 你如果要针先手 你得损四母 而且还有一口气 对 你要针先手 你得损四母 你要是不愿意针先手 呢 我就便宜 当然实战黑气 选择了另外一种下方 黑的这地方往这冲 往这冲的话 比刚才单战好 把这个子冲的重一点 对 这样将来黑气这个冲完打吃 白气应该要看外面 看外面情况 沾上的概率可能不大 里边味道太坏了 但如果你选择退让的话呢 黑气将来本来是这样嘛 等于说我吃一个的时候 你再送我一个嘛 好一目起 其实 当然也白来的嘛 白便宜 所以这个冲也挺细腻的 对 将来如果能把两个吃了 它便宜一目 比单战要便宜一目起 所以它是冲完毡上 接下来白气这一场很愉快 先手尝到 尝完一双 这气形很好 对 这一台感觉白气吓得 比较 比较惬意的感觉 很愉快 我感觉从头到尾都挺惬意的 这地方我感觉打完打完飞 这个我感觉也很惬意 米鱼亭的 米鱼亭现在 国内成绩还不错 他现在手里还拿着名人 所以我们今天叫他米鸣人 对吧 米鸣人 这个 今天这盘 接着到目前来说 比较这个顺畅 是吧 调子比较顺 对 看看 现在对谢克来说 就不是那么愉快了 要想办法去寻找一些战绩 他是现在小尖 对 这个小尖是什么意思呢 联络吗 小尖其实有防这个加的意味在里边 如果不小尖 这是不是直接就被加住了 有可能 冲的话就退是吧 嗯 各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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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完之后你断 我就粘上就行了 这一袋断不了 断我打 好 就直接打死了 你得断打一下 断打一下 断打一下 对 然后再打死 下面又打死了 对 他这个尖是在防 这个白气加住黑气 然后呢 这个尖又对上面多了一个 逃跑的路线 所以也算是一子两用 一手棋防两边 也是用心良苦 但是 但是 从反过来说呢 这个时候黑气已经 需要这么用心良苦的招法 还是有点勉强的 效率不会很高啊 是的 他有一点 他现在这个棋 他连这个顶都 顶不到 顶不到了 这将来被白气顶在这里补住 还是非常 这个空收的 全收住了 这区别挺大的呀 如果能顶到这个 将来比如说 白气如果是单关联 他是在这 本来这样补嘛 对 这样补跟刚才那个顶补 差 差挺多的 这一代就差了三亩 差三亩 对 然后味道也差不少 味道也有点区别 这关键这一下也白来的 白来的 但是他很早以前 已经顶不到了 他最后的顶这个的机会 其实在白气飞这个的时候 可以在贴之前顶 现在顶得到吗 怎么可能顶得到 这都快死了 我杀了你 太狠了 这块黑的没活啊 来不及 不是 这杀你问题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你也没解决 刚我顶得上不是有 这一代冲断了吗 你这两块 我就杀你 我就算你这活 我不得还得有个 有点子 你又拖鞋过分了吧 你这活这个呢 我夹死了 你这两块呢 这个有点无奈啊 这个已经早就顶不到了 来不及了 尝完之后都顶不到了 来不及 所以呢 黑鸡 只能妄扬心探了 现在 没办法 补一手 黑鸡 白鸡也下个很稳 很稳 很稳 这一长 你得挑呀 长着先手 应该只此一手 长先手 对自己的这些 骑行还是有一点帮助 自己挺安全的 自己没啥事 然后现在再顶住 很舒服 有没有觉得白的就很舒服 对啊 他补也补得很舒服 因为他这个骑行 基本上都走了最佳的位置 对 很完整 这一顶过来 好像对黑鸡来说是越来越不好办了 得补吧 这骑 总得补一手了 还是在补 不补行吗 他已经补回去了 要加你了 加倒是跟补是不是没啥关系 这骑不补 总 这骑能不补 我是家伙 我都没算清 这个冲断呀 冲断走什么 这一段这边可以冲断 这个跟我们刚才那个区别是什么 刚才为什么说这个骑防住了 就是这个地方冲断之后啊 你现在打不死我 这有一个扑 这有一个扑死 扑了打了力就死了 或者我直接打一下再断 你打一下 直接断死了 但是白旗 它可以先打 可以先打 它有没有别的呀 我打的挡呢 打的挡 你得乖打 然后再先铺这个 对吧 能连 但是 连木属 有点损吧 有点损 对 有点损 那这还是有点大 这白旗先手吃啊 这样的话 我们看 它这样 黑旗 对白旗来说 它先提一下还是冲 先提一下好 好一点吧 走这个 然后再冲 嗯 黑旗从后面打吃 现在白旗这两个字是 对 连不回去了 但是黑 白旗里面先手吃掉三个字 有点舒服 也收获不小 有点舒服 嗯 收获 像我吃了三个 又收获 你现在这斑斩没斑斩 我这斑斩 这样子 斑斩你不走 我打拔先手 这感觉 有点扛不住吧 对 这样黑旗到处被搜刮 就说这个 就算家不死这地方 补一手旗也绝对是一个 巨大的价值 非常大 这还是得补一手啊 这补补有点大 实战 黑旗还是选择了 拐头 拐头补一手 这块旗不安定了 安定之后 现在就看接下来怎么定型了 对 其实现在 局面呢 这一代战斗 各自安好是吧 各自安好 黑旗也都做活了 对 但是 黑旗处理的 反正两块旗都安定了 死是死不了 嗯 就看白旗之后的定型 白旗呢 也把基本空都围住了 这还是得进入到一个收束的阶段 要去判断 要点点空 嗯 那我们刚才说到啊 黑旗拐之后 那么现在轮到白旗进行了 白旗呢 现在主要的这个思考方向 就是怎么样来定型 是吧 定型 现在全局呢 白旗明显一块空 但是也是一块最大的空 一块空就已经可以抵黑旗 这个四处所有的失控了 嗯 那么实战白旗是选择点 嗯 点这个呢 其实黑的也得小心啊 虽然跳在这儿 这是有一只眼 嗯 但还是没连上 这一靠断之后 其实还是没活 如果说黑旗选择沾上的话 这个旗 会不会靠断 能活吗 这起 还是有这个担心的地方啊 没活吧 这一靠已经是 活不了 已经断了 是吧 已经断了 哎 这个点没用 点的话 点的话 主要是你打不到这下呀 你不能直接点吧 你打这个白旗几打 很难受 难受 嗯 那这地方白旗比想象中的要厚 如果这地方没问题的话 上方好像是 就像就在这空里面做出第二只眼 没眼吧 这怎么做也不太好做 感觉上是没眼 太厚了白的 嗯 你冲我这个 我会不会狠起来 我反正冲你 冲嘛 这应该是没眼吧 这地方应该 反正黑旗是 这里面是有担心的地方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点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黑的其实 不太能沾上了一件 嗯 不太能沾上了 因为有这个 自身死活的问题啊 嗯 黑旗呢 现在是 鞋壳先跳 跳没有关系啊 跳白旗就跟着冲 白旗冲 就是白旗现在保证的是 黑旗只要沾不上这个 嗯 如果白旗能把这个断死 那这个 跟我们想象的这个定型 好像 效率有点好的多啊 就直接断到这儿吃了 这一段年来 这一块是 不仅是收住了 而且是最大限度 对 本来收吧 这期大概得飞一个 说定型 飞一个是本手 但是我如果点在这 把这断死 比刚才飞要好个石木旗 这个出路太大了 出路还是很大的 而且断这个之后 这地方还有个断呢 现在黑旗 黑的正 哎呦 实战黑旗 谢科 还是这么扎实的联络了 并在这里 他是不是应该先刺啊 我是觉得 他如果先刺一下 比如说现在呢 先刺 如果沾 是不是有几啊 如果沾 他是要 你要 是要先刺 沾我再病都便宜了 再病啊 我刺到了 便宜了 那你以后再刺呢 拖签了 不要了 便宜在这里是吧 先手刺一下 对 刺到了 刺到 甚至于有可能挤啊 什么的 挤我反冲 是不是不太行 现在先挤 是不是太有意反冲 对 反冲的时候再病 太苦了 反冲再病 有没有可能 这苦肉计 是不是太苦了 直接病嘛 因为他刺到之后 将来挑这个很舒服 挑这个白的 还挺难受的 就是说 这一点呢 对黑棋来说 不亏 是不是 如果能点到的话 点到肯定不亏啊 点到不亏 他可能也没想到 会点不到 对 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 黑棋其实形式 这个时候 渐渐的应该是 明晰起来啊 我觉得 谢科的判断 应该 要 这个时候黑的不太好吧 嗯 然后他这步棋 是不是 应该想想更加 是不是有点 下点胜负手 是吧 下得更积极一些 沾 是不敢沾了 补 肯定是要补的 补之前 他可能确实 我觉得谢科的问题 他没想到 他实战回来 刺一个是后手 他现在实战 病 黑棋 白白断 这一段 将来还有一段 对 断这个时候 刺这个嘛 对 这就是这个 沾其实没这么大的原因 是什么 就是你吃我 我这地方是有断的 我如果连的话 我这地方反而 就没断了 比如说 你可能把我给吃了 如果沾的话 它有一截 它可能还是跳 它是跳还是截 跳 你不好下这起 跳的话 我只能冲断是不是 冲断 冲断完之后 主要这起麻 麻在哪呢 你怎么办 不知道怎么补 打吃 打哪的 有点麻 反正这地方 给你两手嘛 你打我 我肯定提 然后你打吗 局部正常来说 是要打 因为你得补嘛 不然就有个打结 对吧 这个结就中了 但我补一个 又是后手了 不光是后手 一是后手 你补哪 你补这儿 我再挤你 还有挤 我再挤完断你 你如果补上面 那下面差很多 就是很软 很难受 很软 所以这种地方 就是很难受 这地方适应手 所以 但是白旗有一个 很好解决的方案 它不要了 它不要了 是特别好的 一个解决方案 这一串 二四六七 七个子 十四亩 十四亩 其实它是干亩 也就是四亩 干的 多一点吗 十五六 这样这个意思 对 十几木齐 但是现在明显 有比它大的 那是 你看这一袋 随便下一步 应该也有十 所以这就是没有刺到 所以我刚才说 病之前要不要先刺 因为病之前先刺 你冲我的时候 我就再病好了 我这个光刺一下 损的不多的 你如果补 我损的不多的 你如果补回去的话 这一段就很大 对对对 你这肯定是要断的 这个太大了 对 所以白旗 无论如何 都是要断这个的 那时候先刺 黑白的也只能斩 然后再病 这样就走到了 然后白旗断这个的时候 黑旗可以来挑这个 这个 如果刺到的话 对这个棋局形势有 好的多 我觉得 要好多是吧 好的多 有很大帮助 这个这样 我感觉 就算白旗优势啊 很细微的 就可能好个一幕 两幕最多了 应该还是很细的一个局面 因为这个 我是感觉实际上没刺到 明显亏了 实际上刺这个时候 敏玉庭选择这个飞 这个飞的价值 我觉得本身就比 这16目大 这是个逆收啊 这个其实如果白 黑旗先走 黑旗是飞起来吧 对 单还是飞 差不多 差不多吧 都是黑旗的 你总是要 总是要守控的 我就 长还是顶 长你会不会顶完 跳下去吧 长你 这里边没事吧 好像是没事啊 差不多 反正不管长还是顶 那我还是顶完飞吧 如果被你顶完 跳成立的话 我还是顶完飞吧 这一手旗的价值 我觉得不会小于16目吧 对吧 你看你飞着 一二三四五六 飞着长了五六目了 白的少的哪只十目啊 然后算是让这个飞比起来 一二三四五六 十几目了 本身可能就比这个断大 对 本身应该都断大 它断有一个好处 它断 断白的 也可以脱线 现在别刺了 现在先飞啊 对啊 它没想到白的可以不沾 它就应该先飞啊 它哪怕飞一下再刺啊 就没 也可以啊 我再刺嘛 我这个 就这个明显是黑气的呀 现在你 这边黑气 白气在走 那我比时间好多了 还能加吗 好 加我顶 你要断我 爬死我 有没有可能 没有想过 因为应该不太可能吧 这个下发是 对 这个冲过来 这个要全冲出来了 不不 这个实在太猛 比如如果这个你是要走什么 这个味道太坏了 是吧 这实在太坏了 我直接尝我都没看懂 这个白的能行吗 好像都不行 有点过分 这太过分 就 这明显便宜了 这样子 它至少已经 没有像实战这一步棋 为主控了 是吧 你只能虎啊 你要我只能虎 断也不行 断它有加 虎比 比刚才那个 飞二路的下法来说 这个明显缩水挺多的 少了好多目 所以这个次序啊 比起这时候次序 新次 被 又被白旗抓住了 白旗把上面 这下亏不少 我觉得这下亏不少 这下可能这个局面 就明显不好了 差距可能 本来就算不好 也 也差不了太多 蛮细的 这下拉大了 应该是 那个明显大 这两下交换 没四着 对 我想这个白旗飞了之后 对 谢克来说 应该现在是 对棋局的形势啊 肯定是 现在是 要重新进行一个判断了 没吃 如果说 之前还比较 比较乐观的话 之前乐观 他不算 反正 没定型的地方还多 这个棋就感觉 也是蛮细的一个局面 现在要警惕了 现在得拼了 因为不拼不够啊 要拼 但是关键是 这个棋拼 白旗也挺厚的呢 好 你看他现在冲 这一代 可能就看白旗犯不犯错了 我觉得 白旗 你不能指望他沾上了 对吧 他沾这时候就不行 不能沾 沾一点出事了吧 这是不是打吃虎下去就行了 单肠 肠吧 这感觉总是要出事了 这不便宜 收起吃也扛不住 收起吃也不便宜 这个还是算了 没必要 没必要 这就算米浴亭力量大 也不能 味道太差 这是白旗的权利 黑旗的权利 所以你看黑旗刺下来 他现在发现这个也不大 他也不来断 他还是觉得这个大 那你说当时走干嘛去了 他发现这个其实也没那么大 对吧 他如果再断 可能又要落后 下手又飞 飞 飞好像也不怕呀 把这个断了 飞我冲断 有一冲断 没事吃不掉 就是现在你花两手期 相当于吃了十六 五六目 现在还这么理解吗 你断这个 他断这个吗 他一点目 这个断比这个大 这个几目 这个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 也不小 不止 本来我挤完断这个吗 黑的还长了五六目 然后这主要还厚薄 我走完之后 这地方还有个口子 这个断明显比这个大 那你说当时这干啥呢 也就是说我换个思路来落推理 就黑的刺这个时候 白就算不飞这个 白就断这个黑的都亏了 对吧 但他当时断这个可能没这么大 因为黑的从这钻进来 下方漏了 有可能这地方有点区别 这个刺就有点随手 有点可能是有点随手了 有点随手 我总觉得是一个先手刺 是不是当时下得比较快 每个二路你手才大 这团棋他们两位棋手 确实是速度比较 新棋速度比较快 前面肯定是很快了 我们从这个画面看上很快 这个时候胜负关键处了 照理说应该会慢下来 现在黑棋挤 白棋 挤了是要准备跳是吧 还是挡下来 挤反正白的不能断嘛 所以他也不会沾了 沾肯定不会沾 不能断 那应该就是挡下来了 然后黑棋把这个吃掉 对 那你吃这个我就沾这个 这其实可以看成个剑盒 白棋等于说白多 逆收了一个这个 这俩剑盒了 本来黑棋可以飞完之后走 这应该是一样的 我们换个词 就黑的不刺 黑的飞 白棋靠 我顶一下 然后再刺 你沾嘛 我挤 你刺去一样 你也是挡我断嘛 等于说外面 其实现在没有 可以跟这手去匹敌的 这个相当于是个逆收 是吧 而且收完这个之后 没有跟它差不多大的了 那是明显亏不少 对 就很可惜啊 对黑棋来说 这个虎是先手 白棋要沾 对 所以是为什么这个 刚才说比这个大 这地方它下去了 它能下去 对 它能冲下去 明显是要大 确实 那这个段太大了 嗯 这一冲下去 这个段是先手 是吧 嗯 段是先手 现在看看白棋 是怎么样 连路 白棋搬好起了 白棋先搬 搬好起 你如果挡住 我就肩回了 我就肩回去了 我就肩回去了 你现在再一冲 我刚好是一个虎口 对 你冲是不能冲 那二路打拔吧 点不便宜 点是后手 所以黑的应该也是打拔 嗯 那不管怎么样 白棋连上了 连上了 骑 就白在预想图嘛 嗯 先搬上好起 先搬上好起 黑的没挡 肯定也是 挡是不够了 所以黑的 先断 断断没吃啊 断没吃啊 他没吃 没有吃 如果吃回去 他吃 可以吃吧 吃回去被跳一下 先跳 跳你爬吗 跳 跳我就 爬不到 跳我就粘 怕我断了 这样我再管啊 我不是能 我能加过吗 那比刚才差多了呀 木属上是吧 嗯 加过 亏了吗 就是 这个二路是能 是能联络 联络 没那么好 应该是没那么好吧 肯定没有搬过好 主要是 他可以先爬 这是他的先手 这白旗的呀 总是白旗的先手 他不是先爬的问题 他这个先手多了 这一爬 这个脚和 这三个子明显是脚的 那肯定大过 所以黑旗还是在虎 这都命令型 嗯 然后白旗再刺 这一串白旗的 一个先手便宜 点的 这都是命令啊 只能粘着 然后黑旗在 白旗再搬完之后啊 白旗的力又是很细节 这部力很细节 呃 因为他要做活 是不是要用到这个档 对 黑旗得用这个档 这样的话呢 因为本身是这样啊 就是黑旗现在拐这个嘛 嗯 做活肯定要拐这个 嗯 将来白旗搬呢 是决先 嗯 就是说黑旗要做活 就得靠这个档 如果没有这个档 就是说白旗外面有个子 白旗这一间 黑的是死的 对 绝部 绝部是死旗 刀八五 那你冲我就搬 嗯 你打我就沾 所以呢 黑旗是得靠这个档 是这样的一个旗形 嗯 所以白旗为什么要立在这呢 眼位好 如果你沾上的话呀 这样这样黑的也是活的 白旗以后的先手也是吼 这样我们就知道 这个旗放在这 对 斑这眼位好 对这死活有关系 所以力很细节 如果沾上的话 这个时候 也有问题 这个时候在 如果肩 白旗 黑旗可以点 一路一立 啊 黑旗可以立 对 对 反正就是你只有这个先手嘛 嗯 你别的都没用 就是如果你 你是 你是斑完沾这个 黑旗现在 走完这个之后 它跳一个 这个死活 这个死活 你得补啊 活应该也是能活 但你问题 你活的时候 这被吃了 这被吃了 就它这样活是最好的 这样的的话 等于是这两个先手 这样是一样活的 对黑的是活 黑的是 白旗搬干黑的拐 现在该白旗一下 对吧 白旗吃这个 嗯 吃这个黑的往那一跳 嗯 那活得了吗 党一个不活吗 党一个是活的 它不是立时先手吗 立时先手 哎 那跟刚才的区别是 它像已经活了呀 没有 党都不用党了 得党啊 我管没活呀 管你党我点 点完往里 这没活啊 你这样也没活 但这样也 那不管怎么样 就算这样能活 木属也差嘛 那你党我至少半毡 我把你 这样总好了 总是这样 木属好嘛 所以这个立还是挺细节 总是好 就算死活没什么关系 就是相当于 它立的时候 现在 就是可以虎到这了 怎么补 它总是虎着补了 对 这个 比较细腻啊 当然没党这一下 但是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对 大概是这个意思 是拐这个 然后白旗吃 吃 黑旗还是 走哪去了 提这个 提掉 对 上面先放着 没走啊 上面这一串 等于白旗呢 还是把中间吃回来 那么脚上呢 两边搜刮了 是这样 就是黑旗冲下去之后 把这空拳破了 因为以后呢 黑旗再跳了 跳是黑旗的先手 这将来啊 定型是这么看的 可以跳完跳 白的搬黑旗一下 然后虎一个 黑的也得挡 挡里边还有个双活 对 但你不能这么去补 如果你走这个的话 少紧一口气 白的就脱先了 你再拐 我是活的 为什么要挡在这呢 紧白起一口气 白的还得挡这个 不走的话 这拐就是没活的 这刚才是这样的 突然你挡这个 我点这个 点完了 走这个 这里边是死旗 对 所以说白旗得挡这手 但是呢 这样子脚里 墓数又差一点 里边还有个双活 只能点一半 比如说这个转换是什么呢 黑的冲下去 把这个空拳破了 但是白旗把黑旗 这个脚上的时地 也大幅度压缩 本来这个脚黑的 我们点目是 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五目嘛 现在只能点到 三目 就是它吃一手 一二三四五六 折半算 折半 三目 只有三目 黑的也少到十几目 所以黑旗这个冲下去 收获其实也有钱 白旗也涨了不少呀 我觉得七目挺多的 对 白旗这还有收获 所以这个冲下去 定型成这样 我觉得黑的基本上 也不会便宜 也没有占到便宜 没什么便宜 当然这个都放着 没定型 对 现在黑旗是先提 提的话白的搬 白的先来定型 搬的就搬了虎掉 对 就走掉 黑的也没办法 只能挡在这 这口气必须得紧住 我是觉得这个定型 黑的时空是不是又亏了 不便宜 脚上少了十二目 有点多啊 脚上少了十二目 白旗现在是不是就是 安全运转了 把这里跳一跳 跳的话将来这一串 还是有很多先手 这串 这串是啥呀 这串黑的脱先倒是没事 对吧 就将来也就是个定型嘛 定型 反正这地方走走 应该双方都没什么木 对 然后正常收官的话 我总感觉 黑的这个旗啊 木数 怎么越收越少 那种感觉 黑的木真的不多 现在它跳 因为它现在白旗 刚才这个大还是 就不好走 上面走 它走什么飞过 不舒服呀 被顶还得退 自动退 这个 这一手旗 靠在这儿也是 也不小 有点大 靠在这里 这个字已经 已经死了 那是很大 还是走下边 反正这个没有关系 那个黑旗主要是 它自己故意不走 它要走 它就是先手 它不走 要看成它了就完了 因为黑的刺的跳 把它得挡嘛 刚才说了 这没活 就本身就是黑旗的权力 就得补一手 对 挡住 挡住 这旗现在其实挺简明的 这个东西 可以点木 现在可以判断下形势了 是吧 就是如果 这地方反正白旗味道 稍微有点坏 让它要没什么手段的话 黑旗现在冲了一下 没什么手段的话 这个旗 正常收关 这收关黑旗太难受 黑的怎么说 就斑沾一下 斑沾就 不太肯 换走哪个 反正这都给黑旗点上吧 黑的11 12亩 这地方肯定没什么墓了 双方地形 对 15亩 19 20亩 再打一下 没有 30 34 35 32 42 3 45 这都没有 差不多 46 47 48 59 57 58 58 不到60目 黑的58 60目都不到 我们看白旗计划 如果你没东西 你就一路斑斩 一路斑斩的话 白旗 12 3 45 15 17 27 8 9 3 13 33 33 4 3 4 4 5 4 6 4 8 5 8 5 9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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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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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 差距还是有不小的 到天目了 如果不出奇 这里边感觉到天目是摆好 那这个 差距确实是不小 差距很大 就是我 可见当时从这个点了断了 这块吃的还是 也是点了断 这里顶住 然后这个被逆收 这个被逆收感觉亏挺多的 说句实话亏挺多的 但这个如果现在差距这么大的话 当时可能也不太好 但会吸很多 好的还能收吗 这像这样 我感觉差距在越来越大 这个差距却越来越大 我感觉冲下去 白鞋斑这斑最后的收手 我是觉得黑鞋又亏了 可能又亏了 那现在对黑鞋来说 暮鼠是明显的差距 那一想要寻找圣基 全盘似乎也没有特别合适的 场所 所以他现在我们看到 他是现在谢科选择的二路家 家在这里 这个家很有意思 这一家 这个说句实话 这个有一点 就试试看吧 试试看 试试看 这个家应该说 白棋的硬法太多了 白棋实在硬了一个 还是比较客气的下巴 脾气不好我就搬到这 你能把我怎么样呢 这有什么用呢 我你断我打吗 看不出来有什么用 这能有什么 这能有什么东西 断点是多 有什么用 你就是爬嘛 还有别的吗 没了呀 只有这个 因为你摆黑鞋自身的气 也非常紧 这咱就数嘛 12345好数啊 白的明显长 也没什么气 但是推一万步说 你家 没必要啊 干什么呀 那么凶 是吧 但是呢 白的也没有太怂 比如说怂一点 我还是要加你 这个有点太那个了吧 后面还有好几盘呢 对对 所以 余婷选择的这个班 我觉得还是 差不多 这样的一个分寸 就是你 那说明你家呢 也肯定不便宜 对吧 我也不占你便宜 对我也没占你便宜 你也别占我便宜 就这样子 这样也给你个面子 是吧 你这个就太不给面子了 对对 其实现在 这形式 这一般 书挺多的 我们看看这个里面 究竟有没有什么 能不能出什么气啊 里边 能不能出 反正就来嘛 因为简单收 收两部 可能也吃不消 就得认输了 反正这个就 断 好好看 他先立立 先立 先立 白旗 白旗 这地方 这里白旗 总不能自己补回去 然后现在 补回去估计也赢了 但是其实 棋不能那么下 对 尤其是翻旗 这个 还是讲究一点 这个 气和 气势 我现在 起手 就是顶尖 起手 都是照旗下 优势时候 不会退让的 就像这一代 这一代 出奇的 空间太小了 出奇了 但实战那种 也不知道算不算出奇 从死活旗的角度来说 确实没有尽死 但是 还是有点起 粘 就粘住 有点起也算不上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白旗搬到这 比刚才搬这个好的是什么 就是又多紧了一口气 对 就更杀是肯定是更杀不过了 但黑的为什么还要这么下呢 他找到了一个 顽强的 一个 非常非常顽强的 一个缓气节的下法 这个白旗搬 这叫缓气节 这个气 黑的吼了一个 实战应该是 这地方呢 是一个 是一个缓气节 但是缓气节我记得 我小时候学期的时候 老师都告诉我 缓两气以上 你就把它当尽死看 但这不绝对啊 因为我们知道 我忘了有很著名的气 好像是打赢了一个缓三气节 然后翻盘的 因为节确实太多 补都来不及 节才太多 但绝大多数场合情况下 缓气节 特别是缓两气以上 想打赢这个节的难度 实在太大了 或者说你打赢 你也不会便宜 因为别人外面走了好多手 那这个局部 也是出了一个缓气节 这个是缓了几气呢 缓四气 缓四气啊 对 我们看 现在白旗一气两气 三气四气 白的可以拖四手线 可以拖四手线 哦 这四手线 四手线 也就是说白旗如果把这块气气了 白旗在外面可以连走六个 这个黑的也没那么多节才 足以支撑缓四气节 是的 缓的有点太多了 就是四手级白旗 哪怕花来补节才 是不是也就够了 白的还有节呢呀 而且白旗还有节 这不 这个脚步是吧 打打你不能不愿意我吧 脚上搬一搬 本身从节下来看是不是就不见得了 黑的就这有几个节 就不好说 跑一跑 挖一挖 节呢肯定是黑的多一点 这方托 黑的节是有不少的 但是毕竟是缓了四气 缓四气 如果这个节能打赢 并且说因此而获利 这种可能性这种局面我还没见过 就是 但是这个谢科同学做出缓细节还是非常顽强的 我觉得这是也可能跟番棋有关 让对手觉得不要那么轻松 对 想赢我一盘也没那么容易 没那么容易 因为那些是跟你奋战到最后 而且这个番棋 我们这次的孟百合 他是五番棋 他这个对局时间 我们这一气下完 基本上是今天第一局 明天第二局 然后中间休息一天 之后连下三局 五一劳动节嘛 大家劳动 直接就把这下完了 这个对 这个对体力精力要求还是挺高的 是吧 有的时候下到后来 其实是一种拼身体了 那谢科年轻一点 年轻一点 是不是要稍微有点点优势呢 我觉得敏玉婷也三十岁了 没有没有没有 敏玉婷九六年的 九六年的 对 我今天谁说 我的看见解说可能是崩三 那九六年 你说谢科二十岁 谢科二十一岁吗 我今天看哪个解说说错了 对 谢科二十一岁 敏玉婷比他大四岁 就是二十五岁 其实都很年轻啊 可能是他说错 不是我看错 我当时还很惊讶 怎么已经这么大了 都崩三了是吧 对 我也想 还很年轻 八年前拿世界冠军 其实八年前拿世界冠军 才十七岁 对啊 才年轻 那还是很年轻啊 但是这样子 他们这两位棋手都是 都是有神童之称 但是呢 相比来说这个 敏玉婷啊 他那个进步速度 真的是火箭 十一岁定断 十三岁打为假 十五 十七岁拿世界冠军 十五岁打为假 我当时这个敏玉婷定断的时候 他确实强 他确实强 他定断之后 我们那时候一起训练嘛 就跟敏玉婷下棋 就就是强 是吧 刚入断的小孩 但是 棋态 就是 直观的感受 就紧凑 招招不离 红脑勺 这个老跟你拼得很凶 想赢他 太累了 对 谢科呢 谢科他是十三岁定断 谢科冲断 成功六次 就谢科 他大概 他是 冲六次 你得这么看 你七岁就差定断赛了 他是 我七岁才学棋 谢科应该是七 八岁的时候 就已经是在这个网站上是九地了 已经挺厉害的了 八岁啊 太厉害了吧 很厉害 然后他应该是五岁学棋 八岁就九地 然后三年时间就已经到了这个冲到这个 接近职业 然后之后第二年就开始冲断 冲了六次 我这种还是要有天赋的 这个 还是很有底蕴的 虽然说 虽然说是 我正好请调一下 就是听说啊 在冲断少年当中有这么一个说法 就说你这个 想要成为最终能到这个一流高手啊 你得要有十三岁之前定断 对 十五岁之前下围甲 有这种说法吗 这个说法也都是来源于这个数据来说话的 就是现在我们看一些世界冠军啊 能拿世界冠军的基本上都是符合这个规律的 你十三岁以上定断 好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拿过世界冠军 但是 很就 风毛麟角了 很少了 你像现在不光米玉琴谢科呀 包括这些 都是 科捷他们 都是符合这个规律的 是 然后这个说下围甲也最好在十五岁 就开始能够挣扎围甲了 围甲对棋手的锻炼是一个主舞台 因为我们知道 其他的比赛 杯赛类似都是淘汰赛 你一盘棋下不好 你就结束了 就淘汰了 围甲能给你一个非常稳定的对局量 是 能够下到围甲 证明你已经就是上了一个台阶了 对 然后你下围甲 你有这个对局量的基础 然后成绩如果还可以的话 你的等级分才能往上冲 等级分 因为往上走 你参加的比赛机会才会多 对 围甲是一个 舞台 良性循环 你有了这个舞台之后呢 你可以良性循环 如果你参加不了围甲的话 也不是说不能冒出来变得很厉害 就是机会会少一些 对 所以这个对这个高手来说 时间啊 成名很早 是很重要的 出名要趁早 出名要趁早 刚好这两位棋手呢 其实都是符合这个标准的 对对对 好 我们看看这个局部 刚才说了缓四期节 缓四期节 缓四期节 然后现在是先提节 是吧 白戏还可以先提 先提 看看黑戏找节 这个时候我估计两位对局者对胜负应该是心智著名的 没错 是白戏又紧 打吃业时间 对啊 打吃为什么时间 我提呢 我家来还有党 管呢 他不就是收起吗 还有啥 太远了 关键是 要不然我一 是不是我提了之后里面节才更多啊 不知道 这还硬 这还怎么可能打得赢呢 主要白戏现在是这样 他也不需要收关占什么便宜 你只要去收个关子 我就把这削了 因为我们刚才第一 这个 差距比较大 然后你这个缓期节 你还是损了两幕的呀 你地方毕竟是损今晚 这个半战也损了 你还损了两幕 所以你没有可能去收两幕 比如说什么你非一个把这个吃了 这都无所谓 没用 这完全不可能 不可能够的 随便靠一靠 这都是损节呀 反正事已至此 也别管损不损了 对 谢科现在 也是一种心情吧 我觉得这个节打一打 可能跟胜负 已经没什么太多的关系了 调整心情应该是 调整心情 对 就是 提过来 白旗 云庭还是老道 补节财 这其实也有点 生理宣言的感觉 我这补一手 不是 主要是这个差距 现在重点就是这个节 这个关没法收了 他补的你又损了 你有损本身就没什么大关子了 关子随便你收 你也收不回来了 所以补节是最稳的 补节一边补一边 还造节财呢 他怎么 这地方怎么花来 怎么打了一手 这不是损了没节财吗 没有 这是造节财 起的时候你打不了 打不到了 起的时候打后我消节了 这是造节财 有道理 他说明还是很细腻的 对对 该细的地方还是要细的 行不行 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他得展示一下细腻的地方 包括这个铺也很细腻 这个铺就收气是这个好是吧 收气是一样 木数好 可以力道 力道叫木数好 就将来打回去 铺一个其实就损一幕 这个力不止一幕 所以细腻 就说现在跳到 气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黑起还是下的比较的顽强啊 是吧 像这种木还是扣住啊 精神并没有 并没有妥协 对精神是没有妥协的 那他应该先提吧 对还得先提 他得先提啊 看看 打 提 很顽强的 嗯 很顽强 得力 得起 对 你看他这个这样子来收气 力在这儿 关子 撑住 下出了 黑棋下出了局部最佳的次序和木数 这个 局部最佳下法 这个本身来说就算景气节这个节是黑的也就是刚好答应吧 我觉得 这盘棋呢 呃 是早上十点钟开始进行的 因为每方三个小时 嗯 还有独秒 嗯 还没吃午饭 没吃午饭 对 现在因为有了AI之后呢 也就取消了这个周末封盘的时间 嗯 就这个从呃 如果说把这个时间用到期限 嗯 这样的一盘棋最多可以下到多少小时啊 首先你有六个小时 这是有独秒的吧 有独秒啊 他不是唱气杯喝硬食杯啊 我就说有独秒 这个极限 就不好说了 没有极限了是吧 上不封顶 那你比如说 以前我记得邱骏跟胡瑶宇下棋的时候 双方下个五六十手就独秒了呀 双方独秒最后一次 那你下到三百多手 你怎么着 奔着就八个半小时九个小时去了 对 不好说 其实所以呢 今天这盘棋确实进行的 以前还好 以前有封盘 中午吃个午饭 如果现在两个棋手这么下的话 因为我在想他们实验中开始下 每每方三个小时 六个小时 就说到四点钟 就两个人才同时进入独秒 对对对 所以他们今天这盘棋 可能有人都没有用到独秒 用不到 是不是有可能 用不到 我感觉这进程 因为这个 这盘棋的格局相对来说 就因为空也比较大 所以手术也不多 变化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虽然到后来手术比较多 但是这个不用花什么时间 这个因为胜负估起双方 心知肚明 对 也不会再花多少时间 不是打结吗 就打吗 找结材用不了花多长时间 提吧 然后 团 团一个 这一个 一边收宽一边长结 白的结也不少 这白的还便宜 这你比如说提还有木呢 哪个提 提到这还长木了 有价值 消结材还是有木的 然后 冲 再提 再提 从这个 提 嗯 这个地方 还是 结到不少 下了不少 对 打了不少的手术 结是不少啊 看起来好像很激烈的样子 实际上就 关系不大了啊 冲 冲也是解 嗯 沾上 对 这个再走 然后提 冲 冲 挡住 嗯 踢过来 然后冲上面 这都得硬吧 这都得硬吧 哎 它没硬啊 哦 没硬了 打这个 嗯 行 行吧 就硬不硬 现在变成 还几期了 三期啊 就是我如果沾的话 你走一个之后 再还两期 嗯 我还可以现在提你 不是 这个气啊 确实越缓越少 黑气离景气节 越来越近了 但是节已经宽用完了 我说这碗气 其实后面呢 呃 给大家展示一下 缓气节的打法 嗯 是吧 教科书 也是告诉你们 气缓太多之后 其实和近死区别不大 对 这是一个 如果要以后 给这个教学当中 要介绍缓气节的 这个 一些下法 我一直给孩子们都说 就是两期以上 两期以上 基本上 你就把它当近死 这个就是实战的 对吧 最好的一个展示 看看啊 打 踢 踢 踢过来 沾上 手术太多了 沾上 沾上了 嗯 对 因为这个被他一提 被你气缰了 这个还是沾上 这个勺子不能打 黑气呢 黑气 这怎么没收气啊 黑气说把这个 黑的再把这个 黑的就找了个姐打了一下 哎 然后又回来了 心情好一点 便宜一幕提 对 敢细腻还是细腻 还是很细腻的 细腻 所以我们先看两位中国棋手下 我觉得真的是心态轻松好多啊 嗯 其实我们四强就已经包揽了 嗯 四强就已经全是中国棋手了 对对对 三九 吃这个 实在是打不赢了 算了 哎 白七也没消解啊 毕竟还缓三气呢 小米 小米也有点脾气了 小米说你这个接还要跟我打 不是缓三气还 这个 这个还是硬一手 其实他现在 你说白七现在提掉是不是也够了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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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看你都跟我下的这么紧凑 那我也 不是 这不符合其理 小姐 缓三气呢 不急吗 嗯 打吃一下 嗯 踢 这上 踢 踢 搬 搬 像脚上是一个双活 嗯 这个班本身有个六母旗的价值 后手六母 然后黑旗现在锦旗 呃 现在变成缓两气了 嗯 缓两气 人家脚不要了 这个脚白一走局不尽死 这个脚不要了 哎 从 单从目数来说哪个大 还是 还是这个大 还是这个大 对 毕竟还是 多 多 提 站上 补结材 啊 这个补住 要不然有一枚 一枚 就补一枚 就补一枚 就够了 然后它一锦细 那因为 这地方有结 嗯 这个补结材 它有木 它不肯这么补 这么补 有点甜木属 对 这个补结 如果不走的话 将来 好歹有 有两木 两木齐 两木齐 还挺大的 好一收 现在是缓一气节了 嗯 缓一气 缓一气节了 经过这个顽强的 这个 收气啊 嗯 铺这个 嗯 皮 打过来 嗯 打吃 嗯 这也是补结材 这是在补结材 这样的话 黑的铺这个 就不是结了 嗯 本来的话呢 黑旗这铺有 全盘最后一枚结材 嗯 对吧 这个因为跟死活有关系 死活有关系 因为虽然脚伤是 白旗能吃掉 但是气太长了 气太长了 刀把我 只有最后一枚结 所以说白旗这枚走完之后呢 黑旗全盘没结了 黑的现在确实把从缓四气节 嗯 现在可以打成紧气节 对 终于 但是 一枚结都没了 还是很顽强 白旗 很顽强 补完了 白旗把全补光了 嗯 然后 这就白旗准备完结补印了 对 黑的 确实也打不了了 因为你也不能沾 沾的话我提结 你就这一枚了 你早晚你也 就是 你 结是不可能打赢了 已经是 所以下到这个时候 确实是无以为继啊 这个局面 所以这个260手啊 就是全局第一手 最后一手 在这里呢 谢科呢就适宜认输了 所以呢 第一盘棋 孟百合决赛第一盘棋 是敏玉庭九段 直白中盘战胜了谢科 也是 开门红是吧 先下一城 为这个敏玉庭是为自己这个二贯 第二贯的这个道路 开了个好头 对 嗯 那么 现在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了 丁老师 我们这个稍微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 棋盘棋的一些胜负点 师父 虽然局后 最终这个比较比较 嗯 有趣的一个结局哈 但是前面有没有什么 对黑棋来说是 很有机会的时刻 我呃 其实 一直我们刚刚过程当中也说了 白的感觉上会感觉下的更流畅一些啊 对 黑的黑的捞 但是白棋的效率确实有点高 我觉得 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地方 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刺 哦 这个时刻 这不刺 被白棋飞到这儿 这应该是 差距是拉大的一个 一个关键 这个是不是 有可能是最后的一个 我觉得是两种啊 一个就是你 他不病先刺 嗯 先刺 然后再病 这是一个次序 要么就病完了 你先飞一下 再刺 就实际上这个地方 被白棋逆收了一个这个 之后发现黑棋其实刺完 他吃这个也不大 他自己也不吃了 所以这个次 时机掌握的不好 这应该是 本来可能也是稍差 但差距是不大的 差距是不大的 但这个后来不能差一些 总感觉白棋中间围的 还比较舒服 嗯 白棋很流畅下的 所以应该是 米玉庭的一盘好局啊 嗯 谢科 从前半半能感觉到 黑棋的这个战术 他的战略 也非常自信下的 就是 但是回头看 可能有些偏缓的地方 白棋的效率还是撑起来 比如中间那个顶没顶到 对吧 白棋飞的时候 黑的其实 从事后看应该顶完再舔 后来被白棋顶到这 其实也把插的挺 插 这个当时如果先顶到 还是插不少的 对 如果顶到 白棋只能补在这 这地方差三目 味道也差一些 然后这地方黑棋再不去 再把这次与下好一点 其实形势是不一定的 其实当时他顶 也没有什么 我觉得没什么不肯的地方 什么不肯 就是 可以先手先顶一下 对 他这高手是这样 有的时候总是想保留 想保留 对以为一样嘛 不急啊 以为总是自己的权利 其实后来被白棋飞出来之后 就不行了 来不及了 这个顶不到了 来不及了 就包括黑棋这个出头 也是很顽强的 这番棋总而来说 确实是这个 于婷啊 白棋 好像发挥的更加的流畅一些 是吧 对 展现出了这个 世界冠军的风采 还是在白棋的掌握之中 一切都是白棋的好调子 白棋很流畅 包括打完打完 飞到这 就感觉很舒服啊 棋型一子多用 效率都很高 配合 从全局性的子力的搭配上来说 都发挥出了比较充分的一个子效 当然谢科 这个世界决赛的第一战 虽然失利了 但是我觉得后面的这种 这么顽强的拼搏 我觉得 虽然我们现在看起来 比较轻松 就是我们大家调侃说 这个缓思细节 但我觉得 在对局当中 这个对局者 他心态一定是不能放松的 所以呢 应该说后面 如果下满的话 还有四局 应该还会是一场好的胜负 我觉得 对谢科来说 决赛的舞台才刚拉开 算上英式杯 他下门 能下十盘呢 咱们不老说攒人品吗 对 是吧 这个后面路还长着呢 是吧 当时翻棋看 对 还早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解说 也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丁烈老师 做个演播师 跟我们一起 大家共同的关注了这个 孟柏河决赛的第一局 那么明天呢 还会进行第二局的直播 希望各位观众到时候准时收看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各位观众再见 再见